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怎么蒋介石跟毛主席相反呢 我们毛主席那些年是踏上一只脚给中国穿的文化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蒋介石也是悠悠万事为此为大科技福利 蒋介石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文化上的保守派人士 包括他的新生活运动 包括他的整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把孔老夫子的孟夫子的这一些教导 全部都要学生 但是你看要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话 那不得说毛主席这个革新派打败了这个保守派吗 那是你一百年来看 对 再长的时间不见得 你现在发现 毛主席当年所否定的很多中华文化 现在是不是又到中国大陆到处都起来了 你发现中国大陆现在在教育上面也开始对于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 现在开始慢慢提倡 所以我有时候总爱瞎想 我说假想毛主席地下有知的话 他现在会不会说你们在搞复辟呢 当然了 而且他说我说的话都存在了 我就是说你们要翻案 你看都翻案 我还在想要是他在下面见到了周恩来 见到了邓小平 他会说什么 我都已经想象没人拍剧本 但是你看我当初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这个人靠不住 靠不住 永不翻案 开什么玩笑 这事不能再往下谈了 毛主席神力和神威司机都挂在车上 再说放着我们了 我们二是台湾 台湾这个马肖沛 您估计怎么样 我估计并不乐观 因为他太机械化 就跟当年的连宋沛一样 那么连宋沛合起来就有票 那马肖沛也是这样子 马英九因为一直在心里面 一直有这样子一个政治的原罪的阴影 认为自己是一个外省人 湖南子弟来敬选 台湾的总统总是觉得说有一点名不正 言不顺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省级平衡 才能够冲淡他在这方面 是中国国民党的 对 而且这个老肖形象好 微笑老肖 平常不笑也像是在笑 是吧 但是马英九最近提出一句话 我觉得挺敏感 据说是他提的 我不知道看新闻上说 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这个话有问题吗 这跟李登辉以前讲的是一样 一样 其实跟民进党现在说的是一样 也就是说 直接就把台独这个问题的 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简单的转换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了 所以我们维持中华民国的名号 这样就可以避免引起所谓 四不一没有跟美国的国际社会 这样子的一个冲突 可是一方面又满足了台独方面的需要 你要台湾起来 现在我们就叫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但是这个提法 我党恐怕不能接受吧 对 这个美国方面的分析 我也看了 他们说假如马英九赢的话 他向绿派向民众做出的承诺太多 让步太多了 所以他到时候他的主张 北京也未见得能认可 所以他会加在中间 但是他们认为 不管怎么样 还是有个协商的余地 总比绿派上去 因为绿派上去呢 就急急于要彻底闹开 绿派是希望 绿派现在就好像什么 绿 他们就好 他们跟美国的关系 就像当初关东军跟日本本土的关系一样 他们最好在这里闹事 闹了事以后 把你日本把你美国拖进来 跟中国大陆来一个 大的火拼 他基本上这样 那这是又是内地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打乱了整个中国 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环境 所以蓝派在内地看来 蓝派不管怎么样 总比内派好 不过 不过我现在好担心李登辉这个人 因为他们据说 萧万长 萧万长又要取李登辉的支持 对不对 已经协商了 而且李登辉现在正在玩两面牌 就是说 马英九就解释 就是说他居然接见了萧万长 而且两人共谈怎么样子振兴台湾的经济 起来大游行的时候 叫我困惑不解的就是 李登辉跑出来支持 对 这很奇怪 对不对 李登辉是台独的后台 他为什么跑出来支持他们来 反淳水扁呢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看他的计谋 他们洪三军反的是什么 反的是贪污吧 对 反的是 好像是反的是陈水扁吧 可是陈水扁是一个死老虎 马上要下台了 对不对 这后面一张牌是马英九吧 你看马英九也有同样的问题吧 他们不会不知道吧 所以你洪三军的人这些群众 真被愚弄啊 他们反的那么起劲 最后得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官要亲啊 对不对 全台湾知道了 你再大的官你要亲啊 好 陈水扁不亲 对不对 就下了 可是倒过来 以这个官要亲的一个靶子打过去 马英九马上中枪 你一个快要死的陈水扁 来换一个真正日上的马英九 这不成 你看现在看看 这真是相装武剑 意在配工啊 他现在支持肖万长 支持很厉害 直到选举前的很短的时间 他假如再一转的话 你看本来这个选票就差很少 对 我现在明白 怪不得上次做节目 他们谢其大还说 说李登辉 他就是个日本的人者 埋伏在台湾的日本特务 你看他那长相 就是好像确实是老奸巨华 他以前讲 讲经国在的时候啊 据说他们 他很多年坐椅子只坐三分之一的 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个人 可是现在 自从两国论提出来以后 你看他 没有一件事情不赢的 所有人都输 他 我仔细想想 李登辉只有一件事情没做成 就是啊 他应该申请 死了以后进国神社 他要申请 他跟他哥哥一起去呢 那么他这一生所有的事情 冤枉都达到了 一个人者英雄 但是是日本 他就差一步了 就差一步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很大影响力吗 为什么老肖去 为什么你看 他们还要去找他 他的影响力其实有限 可是问题是因为蓝绿 刚好就到了 大家是平的一个地步 你还不要忘记 上一次2004年的总统大选 台湾胜负只差 百分之零点零二 这么少的一个比例 两万多票 那么李登辉的台联党 在上一次选举有百分之七的选票 现在再少也有百分之三 那么这百分之三的选票 就成为蓝绿两军 谁要赢的话 谁就必须要争这个选票 那你想整个台湾的局势 最后要由最绿最绿的 这一派的百分之三的人来决定 那这个民主岂不可悲 就是 哎呦 我自己就对马英九 一辈子不会完全谋 到了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居然去打出这样子一个 走显拙 没有人知道说 他怎么会去跟老李去做这样的 还有从战术上来讲 他提前宣布他的候选人的 这个也不利 你越晚宣布越有利嘛 对不对 所以啊 马英九因为沉不住气 因为上面对他下指导棋的人太多 马英九其实心里面也是很窝囊 像这样子已经成为蓝军的共主了 可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情 他能够自己做决定 他上面有钟顾伟 对 有钟顾伟 这一大批的国民党的顾伟 这样做也不对 那样子做也不对 所以人人都告诉他 马英九你要这样 马英九你要那样 这年头啊 这个好孩子没法当 人长得太漂亮的不行 太帅哥 应该去搞娱乐 对 但别说马英九 但说说那个谁啊 陈姓渝啊 这个我发现郑老师啊 他这个一夜而知秋啊 我以为陈姓渝 不是 陈姓渝过去都是恨记者 躲着的 现在这个开声了 这一开声就是儿媳妇骂老公啊 不是 儿媳妇骂公公啊 儿媳妇骂公公 这一字之差就交大的问题了 乱 爬灰 而且他可不是交大 他是让他老公公去吃灰 对 让他只是让他老公公去死 是自杀 我睡不好啦 我从四点我想到赵玉柱 我就混死他了啦 自己做自己不敢承担 那种人就自杀 算了 我一姐都来跟他见面 那个人不快跟我见面 你说哎 咱略去其他的身份 一个儿媳妇 能够这公开让公公去死 去自杀 你听听他怎么分析 我觉得那就是代表 整个台湾最重要 内部的一个价值观 这样子一个伦常结构 崩解掉 就新生活运通完全白眼 你看看媳妇要去逼公公去死的话 那反过来说 儿子是不是也可以逼 丈母娘去上吊的 那么再过来 孙子是不是也可以逼爷爷去 那个什么吃枪枕 所以说文革在台湾再继续 对 只用这种方式再进行 所以你觉得又是第一家庭 然后又是受过台湾大学 医学院教育这么高的 一个学术水平的这样子教育的人 居然能够在媒体上面 这样子公开的讲的话 那么如果你叫孔老夫子再附生的话 是不是他写的春秋里面也写 这一代真是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 习不习的 公不公 但是你讲伦常 讲这个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在陈姓渝的眼里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就虽然你是长辈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 你太坏了 或者说我们家灾伙 就是你招 虽然你是长辈 可是我是第一家庭 我把你踢出去 我保证我成家的安危 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路面 所以基本上他认为 他这个跟第一家庭的关系 就优于他做人家一个媳妇 你要倒过来 他老公才不敢这样讲 陈水扁呢 就是 其实真正按照事理分析的话 我们反而觉得是 陈家把赵家给拖进来 因为照理说 赵家在台湾 他的公公是一个地方小学的校长 这在台湾而言 是整个地方乡下 这社会上面最受大家尊重的 开明生史 那大家多少人都是从这校长手下面带出来的 那他的地位有多高 事实上面是占着整个社会结构 一个最重要 他的儿子教养出来 是台大毕业的 你想想看 他的学问功课有多好 然后就因为跟你们陈家结了亲 看到你们陈家基本上面 把权力就是当做利益来交换 丈夫娘每天就到处找各种的利益 说狗礼卷 对对对 所以他在旁边看了眼红 也觉得有机会 所以他来掺一脚 所以我们觉得说是一个纯洁的台湾大学的学生 以及一个真正受地方敬重的一个地方学校的校长 一下子跟第一家庭一接触 立刻就被完全污染了 每天就与中央保持一致嘛 对对 光许你丈母娘捞 我老公公也得捞一把 对对 而且我发现人一捞钱呢 这种外在形象 什么绅士形象 没了 给那台湾狗仔队追的 你记得吗 他老公公开着车 跟警匪片似的 一直追 哇 追到一个死胡同 然后 然后一开车门 报纸一盖脸 在外边记者敲车门 小学校长 我们有一位嘉宾就曾经说 说到这个 比如说现在在大陆不是那么爱恶搞吗 很多人恶搞 他说一句话 我还记得 他说呀 上边搞恶 下边恶搞 你明白吗 他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 你往往啊 你在上边的很多行为 你比如像这台湾这种 咱觉得是纯政治行为 可是你没想到啊 就好像说 为什么今天说这个道德没有了 人家就有人追根溯源呢 说这个从建国以来 咱们这搞运动 搞的那个 这个这个权势 比如说学生打老师啊 到今天学生跟老师之间 就剩下利益关系 没有什么师生关系 所以说我就觉得 一些看不见的影响 你比如想像他 他说 按说陈兴瑜骂你老公公 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啊 他被放大之后 他会变成什么呢 台湾的那个手机 对 马上就把他的原文录音 给他剪接下来 然后就变成手机下载的 这个回答的声音 所以呢 有些女孩子跟自己男朋友 吵架的时候 就下载这一段 你一拨过去 马上就是你去自杀好了 哎 对啊 所以他 前一段时间流行的 就是连爷爷 对 连爷爷 你回来了 所以这个老话改了 以前不叫周官放火吗 现在是只准周官 搞恶 不准百姓恶搞 台湾是一个百无尽 台湾好就好在 老百姓可以搞 周官可以搞恶 百姓可以恶搞 就可以把第一公主的 那个什么 讲话这些录音 全部都撕进去 这样就变成 大家吵架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对你不好了 你这电话 我就把你拨进来 就用这个大陆来对付你 所以他说这个 长此以往啊 你看他就会担心 这个君不君君 臣不臣 富不富 子不子 但是徐老师 您觉得他这种观点 是不是有点忒保守传统 我问过一个乡下的老太太 一个乡下的老太太 这样说啊 他说他 城里的子女去回家 去看他 他带了很多吃的东西 跟以前一样 以前我妈妈出去 也给我带很多吃的东西 那是城里人下乡 现在不是 现在是城里人回乡看 乡下老太啊 给他子女啊 准备了很多吃的东西 然后准备完了以后 他就说 我告诉你们啊 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不吃的 你们城里的人命运了 你们怎么要也要不死啊 哈哈哈哈 他们说真话 他们用的农药 用的什么都超过 但是问题是 这个子女就问他一句了 那你们明知道这些东西 你们不吃 你们怎么就运到城里来的呢 就问这个 乡下人当然解释不清楚 但是你在替他想 他怎么就能这么做呢 他就说 那我不做怎么办 我怎么活下去啊 那这是他的嘴里讲的话 对 可在心里 他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则 有很多都不该做的事情 你们不是都照样做了吗 你们要收我什么钱 你们要 要把我这个地改成什么路 你们有问过我们吗 对不对 就是现在我觉得 你就说台湾伦常失序啊 我倒觉得这话可以用在我们大陆啊 就是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弗洛伊德 就是中国一样的 杀父取母啊 大陆有这事 但大家没取母啊 杀父亲 杀母亲 这我觉得是什么恶的 这个本能 大解放 而且你知道 这个 这几天 北京的这个法院 判了 判了一对双胞胎 男孩子才17岁 还各有女朋友 一个女朋友178岁 另一个女朋友19岁 就这么四个小伙伴 干什么事啊 当街就拦着一个不认识的 一个成年妇女 一个成年女性 弄到那个 那个那个废弃的那个房子里 折磨一小时 折磨至死 拿这个打火机 烧头发 两兄弟 两兄弟 家他们俩的女朋友 这四孩子 女朋友也在 对 烧头发 烧阴谋 拿盐头烫 拿带钉的那个棍子 打呀 活活给打死 然后呢 现在法院判 因为你是成年人呢 受害人那边就是说 为什么不判死刑啊 为什么不判死刑 可你知道这小孩 接受采访 我觉得你就发现啊 他一代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 这么一代人吧 是不是 当然不能说一代 就是他们这个啊 这是说的很吃惊 说我们就是为了好玩 没别的 也没想打死他 后来看他不行了 我们还拿他小灵通 给他家打电话 还想报信 没打通 说我们就是好玩 说怎么好玩呢 说你看打他 他疼啊 他叫啊 我们觉得很好 很happy啊 很好玩 天哪 他 你就这么 就你刚才的担心 咱说春春贤 是一坏人 不是好东西 政坛上这些人 都不是好东西 可是呢 实际我真的去台湾 民风还不错 民风还不错 我倒觉得怎么台湾 没有在这种道德心理上啊 出现特别明显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呢 还是有的 现在很多老师 也开始抱怨了 因为孩子 完全用暴力倾向 来解决问题 就是从立法院上面学的嘛 所以立法院的 这一些民意代表们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运作 或者上层的政治结构 就不断的用这种欺骗 用这种权谋 来玩弄这种事情 也开始慢慢影响 只是因为台湾 基本上面它不是一个政治控制很强的社会 没办法像大陆一直用运动 用强迫 深入到这样子一个基层的体系里 它的民间社会的秩序还没有被破坏 所以台湾是上梁不正下梁不坏 大陆呢是下梁已坏 上梁正不正咱不知道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刚才讲打人的这个事情 其实 其实我们也不用把古代的传统东西 都美化到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离异廉耻啊 我看过明代的刑法的 咱们老祖宗打人的方法也是非常厉害的 对不对 而且仔细回想文革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些小孩 上课老师的头上涂浆糊 涂了 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有同学 把江湖涂在一个老师的头发上 那个震惊是 其实是跟我后来看到这个 希特勒的那个 焚化炉一样的震动 我想怎么可以这样做 但是后来发现 还可以继续啊 老师不反抗啊 还在求学生啊 然后接着就有人把涂钉啊 也弄上去了 把口水也吐上去了 这都是我们的同学啊 所以所以有时候人性 我在想我对人性的悲观就说 人性要是没有一些制度的制约哈 人性有时候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几个小青年一样 看人家在叫啊 真的会有一种快感还是怎么样 没错 我跟你讲有一次啊 我们聊起就是某些极权国家的那种独独裁者哈 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啊 哎呦 在生活里要碰见这个人 这是坏透了的一个人 我说这个真是没人性啊 我就很记得旁边一个老师说 说你错了 这就是人性了 人性 你以为人这就是人性 所以你刚才讲这种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说实在话 郑老师我也有疑惑 现在很多人说恢复什么传统文化 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都是说好教皇帝做好人 是吧 上边是好人 老百姓都会学习 皇帝是楷末 可是没几个皇帝做了好人 对 你讲这种仁义理智信 儒家的这一套 兄弟之间 父亲之间 这个家庭里杀来杀去的 这不老是 找传统了吗 对啊 你好像你这一套理想并没有成功了 这很多残忍的行为 你甚至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讲说人要守规矩 现在咱们特别呼吁 人要规矩 人要安分 人要本分 不要老是闹事 这个社会不和谐 可是实际上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民主与法治啊 人人平等啊 有什么人均均沉沉 有什么领导下属 我们是平等的 凭什么你能发财 我不能发财呢 你看又有这样的一些困惑 对 这就是整个的文化 在整个的结构上面的一个冲突 这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来 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 要不要全盘西化 要如何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还是怎么样子在融合 在改造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 所造成的整个社会 这样子一个空前 可以说是分歧的现象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清代人脱辫子有什么用 后来他们说辫子有什么用啊 一把抓起来 你五个十个人 我就一起抓了 我一手啊 把五个十个人抓在手里 真是 而且我前几天 我看见一个哥伦比亚人 当年写的书啊 就跑到中国来 那种外国人的这个观察 观察 他说其实在明清的时候 他看到的中国人 一个外国人看到的中国人 就这帮人不信上帝 没有宗教 没有信仰 为了利益最大化 就是为了追逐利益 他们什么都干 你看 怎么他当时 对于中国的这个事情 观察到的 也是这个印象呢 因为他觉得 缺了他们的两个东西 没有他们的教会 没有他们的防御 对不对 这一点是在西方文化 这十几年来 感觉最深的 在美国社会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 宗教信仰的结构 太深入了 上有教会 两亿多人 每个礼拜都去做 星期都去做礼拜 然后每个礼拜都有 六百万多个牧师 苦口婆心提醒他们 假如两亿多人 不去教会 美国会怎么样 完全就崩溅了 另外一个 对